我一说起来就没准你不爱听 就你没准就不爱听 就这戴影镜了 一戴影镜了 全完 就这戴影镜了 你看看这呗 在马路上你碰上 尤其那开车子出车事 明明还错我呀 你看见呗 她说你错了 表情上来了 你过去看 肯定戴影镜了 肯定真真好看了 还有什么知道吗 那个大后嘴唇的那个 那就是故乡里的表现 是吗 那母人都看着 我跟他人啊 胡说啊 看着我吧 你说干这生业啊 干什么这40年了 什么样的人啊 你说天天找服务台那个 跟你没关系 跟服务员根本没关系的时候 他给你转一堆 你看去吧 甭客气 你看去 脑子都好使 是吗 肯定是长什么长什么样 你过去 是吗 还有人要听提醒了 我说这什么样 长什么样的 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 像我说 咋放脸盆那个 说操了吧唳的 它不会挑就这种毛病了 对对对 一个猪蹄 就一个猪转了 猪蹄你砍16半 你砍它蛮呀 你能调的 你吃黄豆似 你能吃了怎么着 姓那个 昨天你什么都预见过 哎呦 哎呦 您那会是卖什么的 卖什么的 您听没听出来的 卖猪蹄 卖肉的 只有这一个小尖刀 把猪脑子都给它披开 就拿大斧子砍 兜子砸碎了的那个 它也披不开 笨蛋呐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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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卖肉的 我有时候看那个 手机里发那个贴 我说 卖肉这么贴的 我说 这只羊银腔子 出多少肉 出多少骨头 我就给它弄出来 哦 就给它蒜出来 这只羊 然后搅肉馅 肉馅是那块肉 那块肉 哪块肉搅回来的 就给它说说一二分 还有那个卖麻酱那个 咱们就那个 就那个 北京城那买粒大酱的也都会惯 我们那会儿哪找那好瓶 我就现在大包瓶子玩的玩的 你那一人一两 三两 腰腕皮 多一点都不给人家 顶多拐人家一分钱 知道吧 三毛六分五 三毛七吧 这是学问 那您就一上班就在这个商业 是吧 对 那个富士殿那会儿就经历过了吧 对呀 他应该顺着骨头鞋的拐卖 他就给砸碎了 反正半斤 多拐在半斤骨头没做三二两 然后我跪在那里了 我说你这疯人 皇上已经记住了 皇上请你卖的这东西 我们家不会买的 没错 我老婆坐这个老北京的人 他们是在旗的老北京的人 做的好 做的好 哎呀 现在就是胡说八道 真是 90年我就自己干了 我就卖了三斤铢的 二百碗 一个半小时 两个半小时就卖完了 那会儿我也八块钱 轨街那会儿那会儿也八块钱 我那味儿大 我那蓝边味儿 哦 您还卖过炉煮呢 还有 90年艺术会嘛 自己干 自己干 自己开过店 后来就不干了哈 你要干肯定地道 满处的吃他们那尝的 其实我也爱吃那个 北京都爱吃 爱吃那个 都不是那个味儿 没错 现在都不行了 全变了 全变了 真是 这北京需要传承 需要您这儿的传承 你要说什么 这来不来就把老北京挂在嘴边上 你是北京人吗 这连北京人都不是 行了 老大哥 谢谢您 祝您新的一年啊 健康快乐 好 好